喂 我是吳季昕 今天是4月7號2012年 今天已經是下午2點51分 我們現在是在台灣新北市 這個中心路旁邊 就是比較出來的房子 看起來還好 今天剛好是鎮南龍 鎮南龍是23周年紀念日 我們把鏡頭轉向客廳 這樣可能說話聲音會比較大聲 我們在前面那隻小狗是Peter Peter是一隻母狗 他已經在我們家十幾年了 他不會咬人 所以大家不要怕 鎮南龍 他以前我認識過鎮南龍 鎮南龍的話 今天他們主要看那個民視 黃碧珍小姐 他播的新聞是說 他們現在要把那個民權東路 五百五十項 不是 不知道幾項我忘記 就中山國中旁邊那邊 那個項把它在電線桿上面 換一個牌子叫自由項 這一般來說起來 看台北市政府養工處 或他們文化局 可不可以接受嗎 可不可以容忍這樣的事情 這在鎮南龍以前講說 今天還有一篇文章講的比較有意思 既然就是李明勇 李明勇在說自由的含義 他們中山國中這些端度 是不是可以把它弄成一種文化像 這是跟以前那個抗爭時代 所以在那個時代 因為那個時候 我剛剛有一段時間 功臨七會 就是1988到89年 那段時間 就是戒嚴啊 還有那個總統 就是國會全面改選的問題 還有改憲法的問題 這問題修憲啊 或是台灣獨立憲法草案 在那個時代的話 是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自由的遺憲就是說 包括可以修憲法 可以主張台灣獨立言論自由 也可以主張廢除戒嚴令 這個在自由的遺憲 在那個時代來講是非常明顯的 他們可以反對戒嚴 或主張台灣獨立言論自由 可以修改憲法 可以主張全面國會改選 但前提上面都是 你必須先要有言論自由 才能夠提出政治主張嘛 沒有言論自由 怎麼提政治主張 你要改哪一條憲法 要怎麼改 然後我們在台灣當然是 就是鄭蘭如死掉以後 1989年6月4號就 天門事變嘛 天門事變以後 一下1990年就三月血運 也都會主導三月血運 然後把台灣就是 把中華民國就往 台灣中華民國這條路子上走 這就是自由的遺憲啊 就是在可能它 完全的遺憲發展的就是 有一個民主制度 我們可以說憲法 可以改憲法 有一個法律程序嘛 那你也可以主張言論自由 不然你主張什麼都可以 然後對自由財產 私有財產的保護 是鄭蘭如 紀念館它一個意義 就是它是傳統自由主義者 他們對私有財產自由 包括我們的言論自由 他們認為憲法應該要 特別保護言論自由 就是說尤其新聞的言論自由 還有那個是鄭蘭榮 紀念館是鄭蘭榮他們的私有財產 必須要與尊重嘛 就是總結上看起來是 他沒有說刻意強調說 有錢的人或資本家 會幫農民跟勞工的問題 他大概是關心的 不是這個方向的自由主義 但關心自由主義面向 比較不偏向於公會 我以前參加過自由時代 雜誌社工作 所以我了解這方面的情形 那台灣還有一個自由主義左派 自由主義左派 就像台灣社會研究機刊這個樣子 台灣社會研究機刊 但是像錢偉祥是鄭蘭榮的同學 我們跟錢偉祥比較關心社會 或是團體 不管是勞工啊 妓女啊 或者是蘭陽姐妹會啊 或是這些東西 這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自由主義 不一樣的自由嘛 像或是關心冷戰結構的結束啊 這樣的自由主義 比較傾向於台灣國主主義的再建構 所以我們講說他們算是 台灣算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 他們的一個建構 當然成功最成功當然是 像陳水扁啊 當然最失敗的可能也是阿扁嘛 阿扁陳水扁曾經是自由時代 雜誌社的一個社長嘛 他曾經有當過 好像阿扁有當過社長嘛 那鄭蘭榮他是當總編輯 那來用他決定要自我犧牲的時候 我們來談談鄭蘭榮的自由面向 據我個人對鄭蘭榮的了解 我覺得鄭蘭榮 我沒有在看稿 我用一面說一面想 所以沒有那麼精緻 因為我的了解 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鄭蘭榮他個性那麼突出 他自稱是行動派 那個是沙特 那個是金波沙特 他們那個 所以真我跟義我 兩個之間的掙扎 所以鄭蘭榮在人生命中是非常痛苦 他也有奧巴的原罪感 又有外産跟台灣人的那個認同 錯綜複雜的認同關係 所以他一輩子 掙扎非常大 就是像沙特那個自我追行 像這個理論 現在田基青的哲學家 他們是用那個其他的哲學來替代 比如說我們現在台灣流行的 Missier Foucault 或者是Yagdehida 而且不太一樣 像抗爭哲學的話 但你在抗爭時代 你如果用Yagdehida或Missier Foucault 抗爭哲學 去對抗政權 爭取言論自由 這在高級知識分子裡面 算是可行的 那在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 關係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鄭蘭勇 對印凱光是支持的 印凱光那個時代 我們看中國文化的展望 裡面是寫卡阿伯伯 所以卡阿伯伯他們算 比較傳統自由主義 非常堅決 對迫害人權的事情 所以他的行動上面 一個是沙特 可能跟沙特 卡阿伯伯的一個結合 一個自由論 他現在講法就是說 現在看事後發展 就說葉劇團的發展 或者在這個時代 他們是走傳統自由主義 就一般我們台灣講的 印凱光那個自由主義 他們比較傳統自由主義 一般來說是一種 比較保守自由主義 像千尾祥他們走的 就是自由主義左派 就像台灣社研究機堂 所走的路線 但當面大家就認為 要尊重人權 尊重動物權 這些比較進步的 自由哲學 這是最近 正那種死掉以後 有一段時間發展出來的 我也聽過一些意義裡面 就是說像今天 《自由時報》李明勇 他也提到這個 把這個建立成自由項 來自由的意涵的問題 也沒有他懂得穩 他是詩人 像我的 我記得 我們在這一系 以前退休的教授 劉真 劉真 他也講過意義理論 你看他論文 回去被嚇一跳 還大象理論 所以自由的意涵 這個東西 是很難說 自由就是 當時有人說 自由是一種感受 你感覺很自由 很舒服 你又不會說窮到 點麵包都沒有得吃 那當然是很爽 不要說窮到 一天到晚都沒錢 那是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自由 它還是有很多種意思 我們期望的意思 非常多的不一樣的意思 像吳瑞妍講的自由論 我以前看過吳瑞妍 吳瑞妍他們講的自由論 是講Liberty Liberty的話 是像美國那個自由女神像一樣 他認為是像自由女神像那樣 去紐約看過自由女神像 我以前也去過 至於說 教授他們講的自由論 或是什麼東西 其實 很多方面主題 在那個時代 大家當然知道 反國民黨就是自由 現在這個時代 就不一定 像洪三軍說 反阿扁就是自由 就變成說自由的意涵 不是那麼 不是說那麼明顯的 就是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那反抗權威 反抗不合理的權威 這在自由意涵上面 是在台灣 最起碼我觀察這麼多年 反對不合理的權威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夠說說這方面的事情 但正常他 他距離說他是年紀性的時候 非常好讀書 好學 所以當然對意義理論 當然大家都知道 羅書的on denotation 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也有Peter Sturzen on reference 就是意義理論 他基本上還有 還有維根斯坦的東西 所以要弄意義理論 其實不容易的 傳統邏輯經驗論的意義理論 還有那個 或者是美國的 凱因 凱因也有他的意義理論 所以講意思的東西 我看我們的教授 都研究非常多 但難問在這方面的東西 他只是跟我講過說 邏輯那方面的研究 現在大家都搞電腦了 我們是對邏輯上面的東西 沒有像以前那個 印愛光那時代 他們那麼狂熱要學邏輯 是一種自我救贖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因為電腦軟體發達了 像我看邏輯書 我到後來才看懂 他四十幾歲才有機會 看得懂羅書 懷德海的邏輯 還建議接觸現代邏輯 至於現在更進步的邏輯 像Symbolic和Logic 基本上我們還沒有那個能力 像林正宏他們以前有 最近幾年有召開邏輯討論會 他們台灣跟中國大陸一流學者 他們的邏輯就學得非常深 我們到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說一下 就是說最好我覺得是 走出來就是在正南融紀念館 走到電線桿上 我記得以前正南融 有時候帶我跟林靈鋒兩個去吃飯 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從中山國中的巷子走過去 帶我們去吃東西 還記得正南融 所以我現在想起來跟正南融 正南融可能東西有自由的意涵 照我了解可能就這個幾個巷子 但他那個新聞稿非常難寫 我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不會寫他那種新聞稿 寫的可能也是會被挨罵 所以我現在想到就是這些事情 非常高興 因為看到他們能夠走出一條路 還走出來很不簡單 尤其是阿扁被抓以後 還走出來一條路 算很不容易 也非常恭喜他們 謝謝